每一天每一秒每一个决定都会改变我们的一生 朋友们好 我是周小辉 我相信今天朋友们来到这里 无非是想得到一个改变一生的机会 或者让自己更成长来适应机会 而如果我们没有做好准备 那么所有的机会就都不是机会 我相信每一个朋友 除非改变现在的做事方式 否则你能取得的永远只不过是原来就已经拥有的 我们之所以都可以得到比原来拥有的更多 都是因为我们可以变得比现在更好 感谢我们今天来这个地方 这个时机 感谢我们还有改变的机会 我们未来会是谁呢 在座里有许多新的朋友 有谁对现在的收入感觉满意的 一个也没有 这么多年来 我问过许多人没有什么人满意 包括一些有钱的人 他们也不满意 事实上我们今天的结果是一年三年五年前所做的决定 有了不同的决定 跟着就有了不同的思想 不同的行为 也就有了今天朋友们这么多不同的结果 我们将来会是谁 其实不用算命 只不过是因为我们今天所做的决定 而有了不同的思想和行为 将来就会有不同的结果 这一切都不是命运 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这个世界没有问题 只是我们自己改变的时候 世界就会跟着改变 致富绝对比找借口来得更容易 我们都很聪明 也都很努力 但是经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不管你做的是什么事业或者工作 如果到今天连给家人一个好的生活都做不到 那我们今天就有必要很好地考虑一下 自己的人生是不是做错了 想过好的生活 当然工作永远不可能满足你 不要幻想也不要期望 想过好生活只有创业 我们知道要致富当然要创业 然而创业又是多么的不容易 因为中小企业不是不能经营 但面对大型公司的竞争 早晚都会结束 中小企业所能做的任何一样产品和服务 大公司都会做的更大量 更便宜 服务也更好 就算你今天生意很好 也会面对不知什么时候就要结束经营的未来 根据以往的经验 我们可以给大家一个建议 如果现在你准备做生意 或者将来准备找任何一家大公司合作 那么你就有必要仔细地检查这家大公司 看它是不是符合成功企业的条件 如果不符合 经营就会很短暂 你可以把它记下来 将来做检查用 可口可乐为什么会成功 一个产品非常独特 就算有上百家公司仿冒 但喝起来就是不一样 只有这样独特的产品 才有市场竞争力 一个产品仅仅独特还不够 还必须符合现在的 特别是未来的市场需求 具有良好的市场远景 才能有极大的市场发展潜力 第三 一个产品远没有被绝大多数人所认识和接受 才能有极大的市场发展空间 你如果现在选一个家用电器这样的大公司合作 产品市场饱和度已经非常高 你怎么发展 我们只有寻找具备这些条件的国际大企业跟他合作 你才有成功的机会 因为世界上新生的亿万富豪 百分之三十以上都不是自己创业 而是和大型国际企业合作产生的结果 大家都知道 比尔盖茨他并不是拿着自己开发出来的软件 一家一户去零售 而是与英特尔这样的国际大公司合作 为大公司做大量的软件配套 结果微软公司迅速崛起 比尔盖茨也仅用了十几年的时间 就成为全球首富 台湾广达的创办人林百里 也是给国际大型电脑公司做配套产品 结果到现在创业才几年的时间 就做到了月入七亿以上 对他来讲 每个月只收入一亿都是很惨的事情 今天我们讲月入百万是不是很保守 只是你要不要改变自己 去做正确的事情 既然要做就要做最有前景的产业 一个产业如果没有未来 怎么会有我们的未来 我们看到在这几十年经济发展过程中 七十年代做微波炉的已经成为百万富翁 我讲的是美金 八十年代做录影机的成为千万富翁 九十年代做电脑互联网的成为亿万富豪 而这些机会都已经过去了 那么在未来什么是最大的机会呢 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保罗·皮尔泽教授 已经做出了评论 他是美国历任总统最重要的经济顾问之一 负责向总统提供经济发展方面的建议 并对美国和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 做出预测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他在《财富第五波》一书中指出 二战之后出生了新生族 在过去二十年主宰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他们只占人口的百分之三十 却创造了全社会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消费额 新生族签证处于四十到六十岁的年龄 事业政治高峰 收入极其可观 消费力非常庞大 正是他们促使房地产业 汽车业 电脑业等行业快速的发展 在美国十万亿美元的总产之中 有一半是因为新生族的庞大需求而产生的 谁能把握新生族现在和未来的主要需求点 谁就把握了全球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势 新生族现在越来越关注和追求那些 能够使人保持青春 延缓衰老和预防疾病的产品 他们为此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在美国 2002年健康产业的收益已经达到2000亿美元 相当于汽车产业收益的50% 而在2010年 健康产业的收益将突破1万亿美元 几年间的增幅将高达500% 健康产业在发达国家高速发展的情况 在中国也已经出现 2002年 中国健康产业的市场规模 已经达到1000亿人民币 其中经卫生部批准的保健饮食品的收益 是200亿 而2003年就达到300亿 一年中增长50% 经济专家们预计 到2010年 这一数字将增长到1500亿至2000亿 5年间也至少有5倍以上的高速增长 在高速发展的健康产业中 生产商并不是唯一的受益者 分到最大一块蛋糕的将是健康产品的分销商 在过去 分销产品使沃尔玛成为全球企业500强之首 亚马逊也因为分销书籍 而成为全球最大的网上输定 在未来一波财富中 新生的亿万富豪 将大量在健康产品分销领域中产生 做产品分销 无需大量投资 在家中就可以开始 你利用空余时间 就可以赚到几万几十万块一个月 有人已经赚到一个月百万几百万以上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了解 今天 你已经了解了这个未来最大的商机 你再也不能说你不知道 可是知道又怎么样呢 你是全副武装把握这次机会 还是准备找个借口 将来对付你的儿子孙子 说你是因为什么什么原因 错失了本世纪初的这次致富机会 1982年 当比尔盖茨邀请朋友们 一起投资创办微软的时候 大多数人选择了拒绝 他们没有想到当初与比尔盖茨合作的人 今天可以坐在家里 每年有上亿美金的收益 绝大多数人面对未来最大的机会 有没有做好准备呢 我们今天已经了解 未来唯一比电子高科技更有发展前景的 就是健康产业 在这个产业中 第一大就是营养保健品 占40% 第二大是美容保养品 占25% 所以绝大多数包括直销公司在内的 大型通路公司 都会做这两样产品 因为他们是未来的明星产品 因为重复消耗 因为市场需要等等种种原因 更重要的是新生族要用这些产品 作为个人创业者 如果你有上亿的资金 你当然可以开连锁店 做这些健康产品的连锁销售 但是就算你有上亿的资金 如果你没有做好准备去面对 国际大公司的竞争 失败的风险就会很大 只有和大型通路公司合作 才有我们个人的成功机会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已经有大量的人进入各家直销公司 这些人都希望能够压缩时间 加快成功的速度 以把握时机 但是进去的人很多 努力的人也很多 而成功的人却很少 做直销最重要是要做对事情 93年到现在 我在这个行业前前后后也做了11年 一开始没经验 做了一两年 月收入也不到10万 但是那段时间的经验教训却告诉我 想成功其实很简单 就是向成功者学习 跟成功者一两个小时的沟通 就可以缩到你10年20年的奋斗 避免你时间经历金钱的重复消耗 观察这些成功者每天怎么做 如果你跟他们做一样的事情 你是不是很快就会得到和他们一样的结果 我们发现 虽然这些成功者做事的习惯和方法不同 但是使他们成功的原因却完全相同 其实无论做什么生意 成功的原因也都毫无例外 你可以拿这些原因 来检查自己现在所做的事情 看是不是符合 不然你就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 当然 我们也了解 除非你有强烈的成功欲望 除非你决心致富 除非你愿意改变自己的思想 事实上 现在世界上有很多二十几岁 三十几岁的亿万富豪 他们很有经验吗 他们有努力过吗 其实他们的成功 只是思想改变的结果 当你愿意改变自己的思想 你得到的结果就会改变 往往越有年纪的人越难改变 旧的东西在他们身上积淀太多 在剧烈变动的当今世界 已经成为他们前进的最大障碍 很难放下 所有人成功的重要原因 第一个就是时机 时事造英雄很容易 英雄造时事就很难 香港最有钱的人是谁 中国大陆事业最成功的人是谁 不是因为这些人有多棒 也没有那么多的神话 他们只不过是掌握了进入某个行业的时机 或者踩对时机进入某个市场的结果而已 今天 所有的国际大公司都知道 中国市场是全球最大 也是最后一块蛋糕 对我们个人创业者来说 这是一生中最大 也是最后的机会 因为市场不会再打开第二次给你 你错过也就错过 你做错也就做错 难道你要再开创一个中小企业 去面对将来国际大公司的强力竞争 鸡蛋碰石头 倒闭 还是今天你用很少的投资 去把握这次的机会 在未来的几年中 就获得庞大的收益 当然 今天把握到时机的人很多 但在里面成功的人很少 做个直销的朋友都知道 多年努力之后 大部分人都已经离开了 剩下的不过是少数人才而已 找人才 不是找那些我们可以影响的人 一开始我不懂得要去找人才 多年来 我直接推荐了 陆陆续续至少有上百个 当时也不懂得让他们去找人才 大家都把大量的时间 浪费在那些 不想改变自己的人身上 而那些人 不过是比我们更糟糕的人 所以虽然我曾经做到高级别 月收入也做到几十万 但是和那些月入几百万 甚至千万以上的成功者相比 差距大到几倍几十倍 仔细考察那些成功者的做法 就知道他们每天 都在寻找和挖掘那些 有强烈的成功欲望 而又苦于没机会的人 用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去寻找那些 更有经验 更有人脉关系 更有钱 更有各种好的条件的人才 商业哲学大师吉米龙说过 人才不是训练出来的 被训练出来的傻瓜 只是兴奋的傻瓜 人才是挑选出来的 这些人不是傻瓜 我们喜欢的产品或者公司 他们不一定喜欢 但他们一定喜欢 已经被大量的客观事实 所证明的真正的成功机会 我们只有尽可能多的 寻找到这样的人才 把今天最好的机会 放在他们面前 你才能获得成功 才能成为真正的企业家 所有的企业家 最大的乐趣 就是把自己沉溺在 不断挖掘人才的过程中 如果你不去做这件事情 那么你就永远只能为别人工作 能不能掌握所有的人才 来为你工作 将是你事业成败的关键 做产品分销 实际上是建立行销通路的事情 而不是让人做产品的销售服务 转介绍这样低层的工作 真正好的行销 是怎么整合最多的资源 怎么整合最多的物力 人力财力来为你工作 今天我们个人 没有能力做资产的并购 现在大企业是不是在合并 要不然照样倒闭 至于我们个人又算什么呢 如果我们没有能力 资产的并购 你只有做通路 人才组织和销售的并购 才有你个人的机会 我们今天需要找到人才的目的 是因为人才会带来第三个重点 好的系统 许多直销公司到中国来 人们大批进入 结果90%以上的人都已经死掉 都知道产品很好 都知道机会很好 结果就是赚不到钱 因为没有系统 一个没有好系统的公司 面对激烈的竞争 早晚会垮掉 一个经销商 如果不懂得系统的运作 那么这个人就会被淘汰出局 就算他重复进入100家公司 也只是重复失败100次 没有幸免的机会 一个有系统的组织 任何产品放进去 都可以变成钱 保险公司卖一张纸 是不是也可以卖出去 一个机会的大小 当然决定你赚钱的多少 但是比这些事情更重要的是 我们有没有一个好的系统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系统 根本连成功的机会都没有 未来是直销业高速发展的时代 你排斥直销 就是排斥自己成功的机会 许多朋友跑去直销业最大的公司 他们认为最大的就是最好的吧 那么可可可乐大不大 微软大不大 安利大不大 我们要清楚 是他们很大 而不是你很大 一个机会不是现在的大小 而是从现在到未来 还有多少成长的空间 你能占它多少的比例 才是我们未来的收入 和未来的结果 一个公司在一个地区 做得越大 表示剩下的机会就越少 一个公司越大 可能就表示越不是机会 把一个人放在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位置 或者一个人进入不同的直销公司 那么同样的经验 同样的能力和同样的努力 却会得到同工不同车的结果 朋友们都希望成功 过上好的生活 但为什么要在一些赚不到钱的 二流八流公司里面工作呢 是不是很奇怪 为什么要在浪费了多年的时间 和生命之后才发现 原来又错了 你有没有考虑过 你的人生到底有多大价值 到底能发挥多少 到底要不要过好的生活 许多人要不是让自己的旧思想 旧观点旧习惯这些锁链 绑住自己的手脚 要不就是人云云云 盲目跟从 今天许多人都知道 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到底应该如何寻找机会呢 为什么大多数人做直销不成功 因为他们总是在说 我们公司多大 产品多好 制度多棒 这个棒那个棒 这些事情根本不会让人成功 如果这些事情就会让人成功 那么拥有这些条件的公司里面 所有的人都会成功 你必须要符合成功的条件 才是真正的机会 有好的产品这个条件很重要 但是比起产品 更重要的是进入市场的策略 你必须掌握一个生意才刚刚开始 很多人还不了解或者没兴趣 甚至很排斥的时候就懂得进入 今天 是我们国家正式打开直销市场 刚刚开始的时候 也正是个人创业者 进入直销业最恰当的时机 如果你再把这个好的时机 放到人才面前 人才就会排着队进了 进来的人再来很好的配合系统工作 那么相信你的月收入 就会在短期内突破百万 成功就是 谁先掌握好的时机 找到好的人才 可以创造系统 或者愿意配合系统所产生的结果 如果你在直销业 想做到月入百万 那么仅仅开发我们所在的城市 显然不够 必须出击全国市场 中国市场到底有多大 一个比较大的城市 就相当于一个小的国家 一个省就相当于一个大的国家 这样一个相当于三十几个大的国家 几百个小国家连接起来的市场 这是多么大的生意 仔细算一下 你的月收入不应该是百万 也不是千万 而是几亿 十几亿以上 掌握了好时机 找人才也就很简单 把我们做了VCD 拿给各行业的人才看 让他们了解未来的趋势 了解今天的时机 了解如何使收入翻几十倍 了解他们希望了解的一切 这些人才就会进来 因为他们渴望机会 如果你今天找到各家美容公司 直销公司 保险公司等等 每家公司找十个 做了比较好的人才 给他们看我们今天所讲的 全部内容都有的VCD 你把一百张发完 就能找到人才进入你的系统 找到十几个就好了 最惨也有三五个 如果你到其他的城市 做同样的事情 你的月收入就会百万 就这么简单 这些人才自然看到机会了 就看得到 看不懂的就看不懂 这是必然的 就这样很简单的找到人才 融入你的系统 并且每个人才 再把你做的事情复制下去 你就会快速成功 你在每一个城市 都用这种最简单的方法 找到人才建立你的分支系统 看着它能够自动复制延伸下去 你就可以永远不再管它 就可以永远不断有倍增出来的钱 放到你的口袋 那些沙士公司老板 为什么永远可以打完高尔夫 就回去收钱 为什么跟我们不一样呢 因为这些老板每天做的事情 就是找到最多的人才 创造系统 拥有系统 控制系统 但不一定要参与系统的工作 如果你不做这样的事情 你就永远不会成为这样的老板 也就永远不会获得自由 今天 如果你愿意改变思想 一秒钟之后 你就会成为这样的人 你必须了解 生意不是消费者的倍增 那是你灾难的开始 必须是人才的倍增 才可以系统的倍增 才可以城市的倍增 才可以达到全国的倍增 最重要的是 你收入的倍增 并且获得自由 你才可以有时间去开发新的市场 当然 你可以去找那些 想漂亮 想减肥和有疾病的 等等各种消费者 我们的产品都没有问题 可以帮他们提升健康 但是如果你把时间都放在消费者身上 你就没有时间去找人才 而今天最重要是把握时机 消费者十年以后也可以找得到 永远有的事 而找人才就是今天 今天去找美容师找医生是不是更好 他们都是非常好的高级推销员 找开美容公司的 开医院的 找保健品和美容品的代理商 批发商是不是更好 这样的人才进来一个 就会带进来几十上百个 推荐或者推销高手 一下子几百个几千个消费者就产生了 这样好不好 今天最重要的是你要做对事情 不然再好的机会也会浪费到 当你了解了趋势 你就会控制资本家 资本家会控制市场 市场会控制老板 不符合市场趋势和规则的老板 都会死亡 而老板会控制人才 人才会控制底层的消费者 经营者 控制产品的销售和控制系统 今天 每一个人都可以借着这个大趋势 在中国产生的重大商机来做资源的整合 尤其是人才 直销组织 连锁组织 等等资源的整合 没有人的钱不想投资 你认为今天的人很穷吗 有钱的人有的是 想要投资让收入加倍的人也有的是 特别是90%以上为别人工作的人 那些出败自己生命的人 他们想不想有更好的收入 这么大的机会 是不是可以整合所有资源进来 我相信你了解之后 你会跟我做同样的事情 等你后半段了解了我们公司的产品制度和系统有多么棒 你就会知道 为什么所有的人才进来 可以快速成功的原因 中文字幕志愿者 编达网 他喜欢所有资源进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编辑 这也不就是 同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